奔跑8第十季来袭,作为一档老牌综艺,能够有如今这样的流量和热度,已然相当不容易了 而第三期的奔跑8请到了张碧晨等人作为飞行嘉宾,可没曾想,张碧晨来参加综艺,居然还要被骂,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? 可能张碧晨真的不适合玩这种综艺游戏,在游戏中,张碧晨的身份是好人,但他呈现给大家的状态似乎根本没有融入到角色中,根本没有投入到游戏情境中 张碧晨似乎永远都在滑水,尤其是在最后撕名牌的时候,张碧晨就好像是粘在baby身上的挂件,一点都不愿和他分开 张碧晨不知为何那么相信baby,在游戏过程中,只要baby说什么,他都会相信 baby让他把王鹤蒂撕了,没曾想张碧晨真的就把他给撕了 蔡徐坤后续跟大家说坏人是baby,但张碧晨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选择,结果最后场上只剩下他一个好人 网友说看张碧晨在游戏中的表现,真的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,他玩游戏的时候没有将自己融入进去,连一点属于自己的思考都没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无力的表现,让大家看到了游戏的美劲 张碧晨也怕参加综艺对事业造成影响,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声称希望网友不要生气,他一直都在认真参与整个游戏过程,他也会听从大家的劝说,以后不会再参加侦探节目了,会好好的唱歌 看样子真是树叶有专攻呀 不过人家张碧晨虽说玩游戏玩得不好,但在音乐事业上的表现却异常突出 张碧晨能够在音乐上有所建树,源自于母亲的尊尊教导,母亲从小就耐心的教授女儿唱歌,还专门送她去学习表演和主持 正是小时候环境的熏陶,张碧晨小小年纪就树立了遥远的音乐梦想,张碧晨刚进入大学就参加了学校的歌手大赛,还拿到了本科部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个比赛其实对在音乐圈中正经发展的人来说,没什么太突出的作用,但对张碧晨而言,这是音乐事业上的一大奇迹 而后续张碧晨就参演了韩国KBS电视台所举办的流行音乐世界庆典歌唱比赛,他代表中国参加决赛,获得了大奖 再到后来,张碧晨就留在了韩国,进入了一家经济公司做练习生 但一个人身在异乡,情境有多么的艰苦,相信大家都知晓 生活事业双重压力,张碧晨不得不选择与公司解约,回到国内 而正巧那时碰上了中国好声音开播,这大概就是张碧晨事业发展上的另一个转折点 他参加第一次选拔后,得到了四位导师的转身 而后续张碧晨就进入了纳英战队,而他也成为了2014年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